上世纪六十年代末 我在中国黄土高原的一个小村庄当农民 切身体会到了百姓的加塞之难和衣食之苦 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半个世纪后 我重返故地 看到乡亲们吃穿不愁 衣食无忧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古人说 苍岭时尔之礼节 衣食足尔之荣辱 这些年我走遍中国乡村城镇 也访问了不少国家 我深深感受到 只有不断发展才能实现 人们对生活安康 社会安宁的梦想 制作人们对生活安康 三国人对生活安康 她是在翌尔之下 是什么 是